王瞳小姐,她 於公於私,都是幫助我的人 今天,在拍戲的過程中 也許我們,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沒有把演員的本分做好 沒有把戲裡跟戲外的界線畫清楚 這些都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昨天,其實真的很想跟她說 我知道,她的感受 王瞳小姐,她 於公於私,都是幫助我的人 今天,在拍戲的過程中 也許我們,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沒有把演員的本分做好 沒有把戲裡跟戲外的界線畫清楚 這些都是,我個人的問題 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如果錯誤是一個物品 我真的很希望 能夠把她全部攔在身上 我不希望,有其他人 因為我 去,分擔這樣的錯誤 今天,在拍戲的過程中 也許我們,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沒有把,演員的本分做好 沒有把戲裡跟戲外的界線畫清楚 這些都是,我個人的問題 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的問題 如果錯誤是一個物品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把她全部攔在身上 我不希望,有其他人 因為我 去,分擔這樣的錯誤 我爸爸六十 四歲了 他還在做保全 我媽媽 幫人家按摩 一個月收入 沒有到兩萬塊 我不是什麼 有後台的人 我也不是什麼電視台的 兒子 呃,我覺得 我也不是什麼很好的演員 也不是什麼很好的藝人 我的太太 她 對 王瞳小姐提告 求償四百萬 這件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她從來沒有跟我商量 也沒有跟我討論 施工師叫我來 我才知道 起訴書上面有寫說 她跟我 一路走來不容易 我的很渺小的事業 也得來不易 那我不知道她 提告這件事情,她是 在幫我 還是 我不 我不曉得 我 你 我 有 我 有